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每周一至周五更新 评伦局微博显示 近十年来 中国电信诈骗案件 每年以20%到30%的速度快速增长 2015年就有将近60万起 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 这笔钱如果用来给国足当经费 能支撑7400年 取得这样的成果 全靠骗子们的专业和敬意 对一个电信诈骗犯来说 熟悉网络比电信业务员还要熟悉业务 这是基本要求 实际上 电信诈骗越来越智能化 专业化 在一个成熟的诈骗集团中 所有成员都精细分工 除了必要的IT技术 诈骗流程堪比电影之作 有负责写剧本的 分分钟变身高智商心理学博士 创作各类诈骗剧本 设定各类陷阱式对话 还有音效师 负责配合诈骗演员 剧情需要 合成各种音效 有的诈骗团伙周一到周六 还要进行训练 包括口才 骗术和不同地方的口音 不断提高演技 还有骗子负责搜集最新的 实证法规 八卦娱乐 洞察世事 体察民情 时刻更任 比如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后 一些地方为适联生育人群 提供补贴和奖励 立马就由骗子冒充财政局 以新生儿营养补贴为名 进行欺诈 骗子们也深知 成功需要99%的汗水 他们全年无休 一到法定节假日 寒暑假 甚至双11双12等大型促销活动 还有年底银行公司结账 发年终奖的时候 就疯狂加班加点 骗子们 把别人刷朋友圈的时间 都用在了作业业务上 而傻子们还在相信 天上掉馅饼 是王先生吗 哦 你家掉化清费啊 这属于恶语控制 你的个人信息泄露 涉及洗钱 你的账户不安全 请转移到安全账户 请告诉我你的秘密 你是骗子 我不是傻子